今天是春节假期里的最后一场表演 同事们开始陆续牵马进表演馆了 好了知道你等不及了我们也走吧 我们到啦给他戴好装备 这发量太让人羡慕了 走吧我们去后场啦 其实每次表演时马儿在绑定夹着站着也挺无聊的 但他们自己会找到很多乐趣来打发这无聊的时间 这边你们别看教练穿的这身铠甲非常的帅气 其实这身足足有13斤重呢 上马也是非常的不方便 另一边挑障碍的场地来了一批白色的母马 你看他耳朵上戴的耳套并不是装饰用的 而是为了隔绝场内的噪音让他的精神更加集中 这匹马跟妮口一样都是安大卢西亚白马 之所以黑是因为他年纪很小还没有开始褪色 这两匹小马上表演前教练都会给他点吃的给予鼓励 好了公主们要开始出发啦 好了我也要给妮口带好水了准备去表演啦 新年快乐 有年代 表演完结束了 我们是第三个 妮口在等其他的马走完 我们再走 我本来想清拿一口 结果把口红全抹在他的鼻子上 你成花鼻子了你 来